我父亲一直单身 我给朱丹介绍过 这是华少在节目自爆的 他要将自己的搭档朱丹介绍给自己的父亲 此话一出 台下的观众都惊呆了 这是什么操作 就算是开玩笑也没有这么开的 严林 这种操作对华少来说早已见怪不怪了 要不然他也不会那么快就将自己给做没了 在20岁之前 华少是胡乔华 在20岁之后 胡乔华就是华少 胡乔华是华少的本名 之所以叫华少 是因为偶像刘德华在某部电影中就叫华少 刚好自己的名字中也有个华字 所以就叫起了华少这个名字 当时年少轻狂的华少可能不会想到 这个为了耍酷而随便起的名字 在日后会火遍大江南北 华少来自一个离家庭 相依为命的父亲又每天忙于工作 所以 小时候的华少学会了用自言自语来排遣心中的寂寞 没想到这种方式激发了他的语言天赋 后来随着年纪的增大 华少的朋友越来越多 他不需要再自言自语了 但他却爱上了出风头 由于同龄人的语言能力 成为了他出风头的利器 高中的时候 华少在一次作文比赛获奖 在老师的授意下 他在全校师生的面前朗读作文 可谓是出尽了风头 而这次朗读 也成为了华少人生的一道分水岭 出色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自证腔员的朗读 征服了全校师生 华少也因此成为了学校广播站的主持人 学生时代 一个校广播站的主持人 无疑就是学校的风云原物 每天可以站在话筒前 让全校师生聆听自己的声音 这种感觉 让华少非常享受 他也因此萌生了成为一名专业主持人的想法 高中毕业之后 在老师和同学们的怂恿下 华少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 但遗憾地落榜了 后来几经辗转 华少收到了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艺术分校的录取通知书 虽然学校很普通 但华少立志让自己活得不普通 在学校里 他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 凭借着充足的准备 在18岁那年 华少就等到了属于自己的机会 那一年 华少在杭州经济之声电台组织的主持人大赛中发挥出色 一路过观展将杀入了前十 并且获得了到电台做嘉宾主持的机会 为了能够留在电台工作 华少每天需要花费四个小时 往返在学校和电台之间 这样的生活一共持续了两年 好在华少的付出获得了回报 华少在这家电台获得了流用的机会 后来凭借着自己丰富的主持经验和过硬的专业能力 华少所主持的栏目《交通快活人》成为2005年杭州十大品牌栏目 华少也因此成为台里的先纪员工 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客串机会 华少现在可能还是一位电台主持人 2005年 华少到电视台客串主持人 从录音棚走到观众面前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 而这次初体验让华少爱上了电视台主持人这个职业 在电台 华少是王牌主持人 做拥台里为自己量身打造的节目 而在电视台 华少只是个新人小白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谁谁 一开始华少选择了个折中的办法 那就是一边在电视台兼职 一边继续电台的工作 但是两头总有协调不过来的时候 在妻子的支持下 华少选择放弃电台的工作 在电视台中放手一搏 从新人小白到被观众熟知 华少靠的是节目《我爱记》歌词 而这档节目的主持工作却是华少抢来的 在出入浙江卫视的时候 华少主持的节目是小洋人妙恋男生女生 这个节目无论是收视率还是口碑都不行 华少希望能够改变现状 恰好在这个时候 一个机会出现了 2007年美国一档音乐类节目合唱小蜜蜂火了 浙江卫视准备照猫画虎 做一档节目出来 华少敏锐地感觉到这档音乐节目可能会火 如果自己能够拿下这档节目的主持人的话 那么自己在浙江卫视的地位就稳了 于是从节目筹备之初 华少就开始赖上了策划组 人家节目组开会 他就赖在会议室里跟着人家一起开会 节目出去做宣传 他主动大包大揽 当然 华少也不全靠赖 毕竟曾是电台的头牌 还是有几分真材实学的 而且华少对音乐非常熟悉 对于选歌 音乐编辑等工作都得心应手 在节目前期的策划中也提供了不少帮助 当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 关于主持人的人选 电视台内部还是产生了分歧 华少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名气 而且形象也不好 表情呆滞 所以许多人并不赞成 华少还主持这档新节目 但是节目的策划人员觉得 从节目策划开始 华少就一直在跟着 没有那个主持人比他更了解这个节目 更何况华少为这节目出力不少 不让他做主持人 多少有点过意不去 就这样 华少凭借自己的赖 成为了我爱记歌词的节目主持人 我爱记歌词也和华少酝料的一样 迅速走红 华少的名气也随之水涨船高 2008年 仅仅主持了我爱记歌词几个月的华少 就成功站在了浙江卫视跨年晚会的舞台 这对于华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成功 浙江卫视后来推出的中国梦想秀 直接奠定了华少一哥的地位 但真正让华少生动全国的是浙江卫视另一个赵猫画虎的节目 中国好声音 这档节目主持人的戏份本来是很少的 观众主要看的是导师和选手 但华少硬是凭借着43秒350个字的疯狂口播 让全国人民记住了这个主持人 那两年是华少最风光的两年 他不仅获得了最佳娱乐秀主持人 就连在央视的舞台上也有他身影 此外他还跨界话剧 电影等领域 甚至以小平演员的身份登上了春晚舞台 这样炙手可热的华少 让老冬家浙江卫视都得尽他三分 也正是这样 让华少有些飘飘然 垫得口无遮拦起来 2014年 华少在节目中不断逼问唐嫣的收入多少 开的什么车 在哪里买的方等等 面对这样隐私的问题 唐嫣显然不愿意多做回答 但是华少一直咄咄相逼 让唐嫣下不来泰 整个访谈过程也充斥着尴尬 作为主持人让嘉宾感到尴尬 这本就是主持人不专业的一种体现 但华少却丝毫不自知 依旧我行我素 直到在节目中惹毛了嘉宾 一次在对张家辉的采访中 华少毫不顾忌地说道 我都有三套房呢 你为什么不多买几套房呢 还不时地行摆自己满手的戒指和名表 张家辉都忍不住说 你真的很土豪 一看打扮就是有钱人 这话让华少更是忘乎所以了 随后华少很不礼貌地说道 你女儿如果早宴了 你怎么看 但是张家辉的女儿还不满十岁 真不知道华少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然而华少丝毫没有在意张家辉脸色的变化 而是继续问道 你对未来的女婿有什么要求吗 会不会要求有房有车 我要替我儿子提前准备 这些自认为很幽默的话 直接激怒了张家辉 一向随和的张家辉也罕见地在节目上发飙 你作为一个主持人 应该知道分寸 什么该问 什么不该问 除了口无遮拦 华少还有多次低情商的表现 也令观众极为厌恶 在一次活动中 嘉宾张一山在台上和台下的马云互比爱心 这样的梦幻联动本来应该是一个名场面 可是华少居然说到 果真不是一个物种的 这话让马云脸上也挂不住 在另一档节目中 一个残疾女孩刚刚表演了一段优美的舞蹈 此时观众都还沉浸在女孩的舞姿当中 然而华少却丝毫不顾及女孩的感受 非得要人家说说残疾的经历 硬生生在观众面前揭开了女孩的伤疤 一旁的金星都看不下去了 直接开队 不要在这里消费苦难 没想到华少却不以为意 还对金星翻起了白眼 真正让华少口碑大跌的是 高以祥事件和鱼子匠事件 2019年 高以祥在参加追我爸节目时 突然倒地 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 据悉在节目录制的过程中 高以祥曾出现过不适的反应 并且向节目组表示自己不行了 跑不动了 但作为主持人的华少没有当回事 反而说道 不 你可以的 最终高以祥在节目录制现场猝死 不管怎么说 高以祥的死跟整个节目组是有关系的 作为节目的主持人 华少却只是在社交平台 发了个轻描淡写的感恩语录 这番迷惑发言 让人感觉极为不适 在另一档节目中 华少一直不停地嘲笑 吃鱼子酱的孔雪儿 有谁规定鱼子酱一定要怎么吃吗 一个大男人嘲笑一个小姑娘 吃鱼子酱的方式不对 这不是风趣 这是没有风度 华少此时的言行举止 一定都不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主持人 反而特别像小时候班里 特别讨人厌的那种同学 喜欢用嘲笑别人来体现 自己优越感的那种同学 华少的这种嘲笑 直接将他所剩不多的人气败光 然而事到如今 他那种奇怪的优越感还没消散 在两年之后 华少公开向孔雪儿道歉了 道歉的内容却让网友看了之后直抓狂 这份道歉声明中除了没有道歉 优越感 低情商 邀功等元素是一个都不缺 难怪网友们都说 道歉道得爹位十足 华少不愧是中国好舌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